好各位同學晚安 場景應該換了我今天本來應該是小放風一下的 但是因為臨時出了一點狀況 我需要 到這邊來拿我的碩士文憑 要因為有個教職 想申請看看 事關我的 跟我的工作有關係 所以我就 沒辦法一定要正本所以我就 乾脆到台中來 把我的碩士文憑 用郵寄的 宅集片 繼續做書面審 試試看 如果有機會的話 那我就 解封之後呢至少 可以多一點額外的補貼 那順便也把這邊打掃一下一個月沒有來了喔一進來 那個真的是沒辦法打掃了 大概兩三個小時所以 到了11點16分 現在我才開始來錄我的專輯 那今天是要Charlie Mike 好書已經準備好但我們還是用電子書 然後我用實體書來念 因為業術不太一樣 在開始之前呢 我還我們順便來看一下我的畢業證書 好 讓大家評判一下 民國84年 對 的畢業證書長什麼樣子 喔大家來懷舊一下 我先把我的這個 喔大家評判一下 那這個外國語言研究所已經裁掉 喔 歲月是一把殺豬刀 我這個時候 民國84年的時候的碩士照 跟我現在 可以證明了 歲月是一把殺豬刀 感覺好像不是同一個人 這是我的碩士學位證書 後面還有這個 國父遺相 還有兩個國旗 不知道現在畢業證書是不是長這個樣子 這是背面 好 那皮膚完了我們就立刻回到 查理麥克 給君宅一個交代了喔這樣子 後面的背景也是同學熟悉了我的 書庫喔所以我拿到書了 聞到屍體書的味道確實不錯 那今天其實是我 自求的第40天啊那今天其實也沒有亂跑 我其實是 出了家門之後反正按照政府的規定嘛 三級警戒你就戴口罩 然後開車 一個人 就可以不用戴口罩但是你出了車門就要戴口罩 然後 直接回來 把 打掃完了 一堆信 一堆費 費用 賬單趕快清清繳一繳水電費瓦斯費各種費 然後把我的畢業證書找到拍照 剛剛同學看到那個懷舊版民國84年的畢業證書 看到歲月是一把殺豬刀 看到民國84年我的碩士 至少看起來是英俊廷吧 現在已經變成 變成 阿伯了 那趕快去 用宅急便去到 這個學校去做審查 如果說能夠審查過關我至少 解封之後開始上課不管會用實體課程上還是用 線上課程上 至少是大學部的 裡面的課程 我沒辦法教 碩士班因為我只有碩士文憑 在美國的Georgetown跟George Washington 都沒有 都沒有拿到畢業證書就被勒令滾回來了 否則的話 現在應該可以多兩張 博士的畢業證書 以我的 讀書的速度的話 現在應該有兩張博士文憑 但無所謂 這種東西 這個叫做富貴有 這個叫什麼 什麼富貴在天 竟然是聽天命 好 那其實有大學部的可以教已經很不錯了 這樣子 如果 一個小時可以維持在800塊左右 如果 我一個禮拜可以多 四堂課 就3200塊 扣掉一些 車資啊什麼扣一扣 其實也蠻不錯的 等於說 一個禮拜我可以多 3000塊錢 啊這樣這樣蠻好的 所以我就 立刻殺回來 趕快把我的畢業證書寄出去 所以這個 不是隨便跑把照啦 這個我是真的有有有事情啊這樣子 事關飯碗 不能開玩笑 好 好我們來看 那前面講到 呃我們前 前一局的提要是 呃上位護理官回到他的房間去他的好朋友 Suzi還在跟那個拍了還在 呃你農我農 還沒有出來 顯然已經忘記時間了 去入忘我的境界了 他就只好走到 病房來跟他的真的是室友 喔那個 呃非洲裔的這個 有點像婆娘的喔這種男人婆的喔那種賞門很大但是很陽光的 這個Val 那Val也很有經驗啊他知道說他 房間每一次都是趁他 值班的時候職業班的時候跑去用 每次都用他的床 所以他這次決定過去 呃 讓對方 來先來個下馬威就地政法 先把他們兩個趕出去 然後再叫進回去 好我們看發生什麼事了 那中間這段時間 他去 他的 回到他自己寢室那個Val去處理這件事情的時候他就到 Lieutenant Sikes的 病床旁邊去看了一下 好 whin she walked away he felt saddened he watched her in the lighted office until the swimming doors opened again and the black nurse returned Lieutenant Sykes还在昏睡当中 但他感觉得到 他来了 那个进来了 他是用闻的 那这个护士身上可能擦了一点 香水之类的淡淡的清香 跟医院灌肠闻到的消毒水 辅马林酒精的味道都一样 那进走开的时候呢 离开的时候呢 他突然有一种感觉到蛮难过的 好像跟这个照顾他的护理官 已经有培养出一些 呃所谓的革命情感 好这样子 he watched her in the light of office until the swimming doors open again 他就看着 Jane在有亮光的护理 办公室值班室里面 直到 推门又推开了 然后呢 那个Val 非洲裔的护士 回来了 they exchanged a few words he couldn't hear and then she left but not without first giving him a last look he had forgotten about the lack 那他们两个交换了一些 双方在聊了一下事情 交换了一下 哦意见交换 但是就是聊天的意思啦 交换一下讯息 互相讲了几句话 简短交谈 那这个距离他听不到 因为这两个人讲话 第一个很小声 第二个 在那个地方 也就是在护理室里面 他可以看得到 他们两个的身影 透过玻璃窗 可以看得到 但听不到他们讲什么 看起来是两个在讲话 然后呢 Jane就离开了 走之前还不忘 先看了他最后一眼 确定他OK了 才走 表示Jane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 他答应 Major Calvin要好好照顾 真的是很负责尽职 那因为这样非常的温馨 让Lieutenant Sykes感觉到说 这个护理官真的很关心他 他就有一股 那种感动 有一股暖流涌上来 然后呢 就已经忘了他腿在痛了 这个叫心灵疗法 这样子 比打马飞 止痛针还要有用 好 场景换到了脸部 Charles walks to the barracks Yelling Get out of them For sex Shepard It's morning and moving day 那Charles是代理连事官长 Sergeant first class 然后另外有一个 First Sergeant 真正的连事官长 在Anke 所以Charles就走进了 银舍里面 这些 冰碎的银舍里面 这这这些有可能是士官 可能是冰 大声吼 Get out of them For sex 意思是说 通通给我下床 哦这样子 Shepard 你们这些混蛋通通给我下床 It's morning and moving day 早上了 我们今天要移房 你们还在睡 这个是士官长应该不管怎么样 这是他标准动作了 就不要理他就好 除非是菜鸟 否则大部分人不会理他 他习惯动作是这样 And she all called in the mic Intent mics Mike Hooch 他说 哦 士官集合 也就是说这个集合是他集合 士官长集合 不是军官来集合 所以 士官以下都要到 军官不用到 也没有军官了啦 他排场在住院 哈哈哈 In 10 mic是说 十分钟之内 哦到我的门口集合 那个My Hooch 是他住的地方 They were moving to Anki No one was surprised 他们今天要移房到Anki去 没有人觉得 哦有什么 觉得好像 很惊讶 他们早就知道 而且基本上是预谋 哈哈哈哈 大家都看到这个新的军长来都想躲 尤其是那个颁奖典礼在乱搞 The unit changed location so often Still the rangers got up sluggishly The new child would yell no matter what they did 那他们因为时常移房啊 他们也习惯了啊 这样子 就晒晒晒晒晒晒的 还在睡大头觉 那 即使被这个士官长吼了半天 他们也不是菜鸟啦 他们都已经是那种Ranger里面的都老鸟都 都已经出老多任务 他们习惯了也不理他 哈哈 你吼你的 我自己又慢慢爬起来 所以这些Rangers呢就 哦 慢慢吞吞的 哦就起床了 睡眼惺忪的 他们反正知道说那个士官长 你不管做什么 他都要鬼吼鬼叫就对了 你就让他吼就好了 哈哈 哈哈哈哈 Charles walks through the last barracks door god damn it dump this place look like a fucking mba supply dump 那Charles就走到最后一间 呃 银色 的门 走到最后一个银色的门去 然后就就那个地方是 一般来讲是呃 行政 或者是 传令 连长传令的房间 那个叫传令室啊 传令通常都有一个房间单独的 当然那是连长传令 所以比较没有人去管 那里面就什么东西都有了 所有东西都不合规定啊 哈哈 哈哈 在那个房间可能很小 然后里面因为 你要买什么东西 要弄什么东西 全部都先塞在里面 有点像库房 哈哈 哈哈 那他就开始骂了 他骂的Dolf 这个地方看起来真像是北越部队的 哦那种 补给品的 那种飞机屋处理厂 哈哈哈哈 为什么 因为Dolf在赚钱 他在他在卖北越的 那种呃 所谓的战利品 然后把它卖给当地的部队 后方的没有到前线去的用这个来赚钱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Chun怎么可能不知道 他一定过去那边假装串个门子骂一骂 骂完之后然后再拿一点东西 哈哈哈哈 部队当然都是这样子 Ped and Dove Row slowly from their beds Out of charge My inventory is still a little overstocked That's all Dolf complained Yawning 那Ped刚到可能会很紧张 而且他没有受过 闪去也没受过突击讯 菜鸟 他们两个就慢吞吞的爬起来 我在想应该是Dolf睡下铺 Ped睡上铺 然后呢 那个Ped是老鸟 不是那个Dolf是老鸟 是连长传令 他就讲说啊 那是官长 我这个地方呢 就是个仓库嘛 只不过说有一点点 那个 进的货太多了 有点乱啦 哈哈 就只是这样而已啦 你不要打击小怪 不要 不要归后鬼叫 那个Dolf就 一边打哈欠 一边抱怨 Charles weaved his ways through the piles of equipment which were all tagged and priced The major wants to see you as soon as possible 那个叫ASAP Ped Start typing up three day passes for first and second platoons Don't put the location and don't tell anyone Charles threw a cold glare at Dolph 那Charles就 因为那个房间 真的是东西太多了 那个Dolf就很怕碰到别的东西 就在里面穿梭 这样东躲西躲 东陕西陕 才走过成堆的装备 那这些装备呢都是 北越的装备 去不知道怎么弄来的 然后已经 贴了价目表了 品名跟价目表都贴好了 哈哈 很会做生意 然后呢就开始讲了 说连长 要见你 你赶快去跟连长报道 然后他这个人是 他叫他去报道 当然是叫连长传令 就是叫Dolp去跟连长报道 然后呢他就跟那个菜鸟屁的 准备要接Dolp的人讲 赶快打一个三天的拆架证 第一排跟第二排的拆架证 那个3-day pass是指 我个人认为是拆架证 有点像价单 就你要有这种拆架证 你才可以移动 以防 要有这种拆架证 或者我们以前讲的叫做 一种部队移防的公文 好这样子 那第一排跟第二排全部都开 叫他赶快打字 好这样子 Don't put a location and don't tell anyone 他说先不要打地点 然后也不要跟任何人讲 可能他要搞鬼 但是这个在前线在部队 很常见啊 这没什么大兴小怪的 那他就用能眼 瞪了一眼Dolph 好这样子 You better not say a fucking word Dolph or I'll report your ads to the Better Business Bureau 他说你最好啊 嘴巴紧一点 不要随便乱讲 否则的话 我就去告状 到哪边告状呢 Better Business Bureau 有点像我们的公平教育委员会之类的 是一个非益力组织 那他就讲说 因为他是开玩笑的 他他说Dolph 你这边堆了 在那边自己 弄了一堆货在那边乱卖 我小心我去检举你 他们两个在开玩笑 好 19分钟 我们讲一页就好 好 我们讲一页就好 这样子 那我还是用我的实体书 我比较习惯 我来做朗读 那页数有点不一样 我这边是150页 这边已经到259页了 好 我这个还有跨页 我是从149页跨页 没关系 我给他看了一页 他忘记了 他的腕 Charles works to the barracks yelling Get out of them fart sacks Shippers this morning and moving day NCL called in 10 mics By Hooch They were moving to Anke No one was surprised The unit changed locations so often Still the rangers got up sluggishly They knew Charles would yell No matter what they did Charles weeped his way through The piles of equipment Charles walked through The last barracks door Goddammit Dove This place looked like A fucking MVA supply dump Pete and Dove rode slowly From their beds Oh sorry My inventory is a little overstocked That's all Dove complained Your name Charles weeped his way through the piles of equipment Which were all tagged and priced The major wants to see you as soon as possible Pete start typing up Three day passes for first and second lieutenant Second platoons Don't put the location And don't tell anyone Charles through a cold glare at Dove You better not say a fucking word Dove Or I'll report your ass To the better business bureau 好 我們講一頁就好 好這司令書好久沒碰了 好 那今天其實也算是刺球啦 這樣子 呃中間 那我也嘗試一下做公車的時候 車上也有 這種 用 可以用疾管家這樣子 做登錄 這種實名制登錄 然後呢 進了捷運站之前也可以 登記實名制登錄進去 然後這樣子 然後 呃台中這邊也是一樣就是 三級警戒 對你就按照跟台北一樣就 我就沒有問題了啊這樣子 所以我 今天也算是 小放風啦 這放的有點遠 從台北放到台中 那有玉柱同學 在家裡面啊自求 或者是你自主健康管理 呃也都按照政府的規定 反正到 我沒記錯是7月12號 啊就完全按照這樣子做 應該我覺得蠻好的啊這樣 好 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個地方 那希望啊明天我們可以回到 明天是禮拜五 可以回到 the catcher in the right 這樣子 那也許我會先朗讀 或者是說 把朗讀放到後面再再來處理 好 23分鐘差不多了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個地方 感謝同學 我們明天再見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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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